來,我們現在再看看 自地主佛菩薩應該勤喚 最十部分第一就是 虛寒絕情 虛寒絕情來,我們現在顯過來第十四項 那麼這部虛寒絕情就是 虛寒絕情,虛寒絕情,這個叫環繞的環境 什麼叫環繞的環境 我告訴你,我們人的環繞環境就是要六親轉秀 丟到兩、兩、三、五、六、五 有的夫人人喘起子,頭喘起子,不知道這樣說到一大堆位 你要向他托開 在這個所在那個說話,怎麼托開 人如果說多去說,讓自己一個人說不話 正當一個人停下來,停下來就是翻叫出來 你知道嗎? 一龍托開 所以,人家經常在這裡就經關照,今天你來阿婆那些,明天來阿姨那些,明天來找外公,明天來找外公,明天來找來公, 你說,那對受行人都沒有作用,明天你來找朋友泡茶,明天就來找朋友泡茶,那要做什麼? 齁,那都沒有作用,那都沒有作用,主義啊,盡量安靜的意思啦,盡量安靜,因為他說心好好安靜,不會這樣 你如果心安靜下去,你在學習經,學習論,要聽經文法,這樣才可以用它入法喔,要做這件事,但不可以入法 心如亂,我們人如無地匯,心如情如有地匯,思如酒,心就如情,思如坐,心在場如亂 還有自己,我們自己也改不過,他一嘴,我一嘴,這樣亂就大家都亂了 我們知道齁,如果書都心煩,知道嗎?事情如坐,心如煩 再來齁,心就很難控制,很難接受,如果要入入來台法,也困難 我不是跟各位說過,以前台湖,世界台前,我結束 一些日本人還沒回去,出賓家就有帶一人給我日本人 讓他們出來陪伴兩次去到臉,要殺出一個 要殺到我真假,要笑一個,他們就不可以跟出賓家就說回來 這印象我又一千拼,我只六千拼了而已 這台灣人這樣幾百拼的一道堆 到這裡出很多市府嘛 所以在裡面說這樣齁,心輸若是越多,心越煩,心越難控制 那麽買入來台法住,越困難 所以這個法法經安律平跟說這樣,在無憨處 修略其心,按住不動如宿命散這樣 齁,盡量自己拼開複雜的人數 啊,藏我修略自己的心 但是拼開複雜的人數,你最好自己用功 這樣,說整個心裡都傳輸在經典中這樣 這樣你就會進化 那你如果心情亂煮不進化 就是你今天在這裡聽,你怎麼沒心啊 我告訴你真的,人來不來啦齁 心去黑白心,還要說話一下齁 我告訴你,你要入販也很困難喔 所以這個比較跟我們說 這個法律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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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心,心有四米山這樣 這樣比較對,起來 那麼第三 沒有學佛杀的人一定要親近聖帝性 那自然你們怎麼會有的結果 齁,什麼叫做聖帝性? 注意,聖帝性藍夫內 啊,到底幾個是聖帝性 啊,什麼叫做聖帝性這樣? 不可以選保重生入政的親立,到中來改判 那麼那個叫做聖帝性 六祖大經有說這樣說 學佛杀的人一定要開孤 但是如果不可以開孤 一定要去找大聖帝性 因為大聖帝性會不會跟你教養 教會有教你開孤 所以大聖帝性是一代輸贏原 那六祖大經有說明就是這個問題 那麼來,法法經、廟宗、閻王、君子聘講這樣 聖帝性是一代輸贏原 所以有化多靈一見分 然後這樣就有三廟三佛天 你們可以有一個聖帝性 這是一代輸贏原 但是聖帝性出現在世間還是一代輸贏原 那如果有些人是一代輸贏原 有什麼呢?因為聖帝性可以教學中心 這個叫做法德、教法因德 讓中心可以見分 見分就是見分性 正無性或見如來的貼性 那個叫做見分 那個叫做見分 不是見分性喔 是見我們個人每一個人的地位在上 這個無性發生那個如來的失敗 但是聖帝性還可以教我們大家 發無性性正確的副提心 就說我最愛做的美性好 所以這個就是發台性副提心 19%來生一佛度 這個就是聖帝性這樣 可以教你 但是不是現在公共的 所以會名字再補充 阿蘭德言 欲修行者有善優力 風靈性斑 在善優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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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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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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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善優 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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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善優力斑 就說你如果有善優 在你的旁邊 可以安理惡優 要注意 因為他可以說善不善 你分別更正確 你應該要將賊如何 不是賢優 是那個政賢無老 這更重要 因為賢到億對台灣 那個經濟落在 這個八十千天 有哪不是很好的事情 是一定要發作政賢 一定要發作政賢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賢優 你會告訴他 差不多已經勝賊一半 那個叫反反性 你說差不多 你如果有一個賢優 到億對應 現愉勢便將一百 他說 全賢優 就上こと Lindsey 全息負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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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出全反性 又自,全�� 移除有三百 歷切 不是為主 第一 更生死 既成錢 既得全二 分甕 Saint 優秀 人員 毥責 Butler 饔之 哪一粒犯疏無不斷,顧名全犯行 這句話就說你如果是有到賢地色就差不多都生酒了 他說怎麼會不就跟阿蘭說 說你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說賢地色,你有到賢地色就是生酒一半 有什麼呢?因為賢地色 那個賢地色是全犯行 它是絕對有生酒 神經是有生酒,但是因爲這樣 你能夠給你賢 賢你離開的這個賢地色的人 什麼叫賢地色? 集中人間法,集中個人的改革那個賢地色 聽到沒有? 如果無法菩提心,我告訴你 佛經是說到這樣,無法菩提心叫做生性 你自己想看看,無法菩提心 你又如何收到生性? 因為你祖書心很重 聽到沒有? 既然可以教人人天法,教人政賢,教人做生性 教人主修 這樣叫做賢地色 那就是ora 那就是主 這個叫做賢地色 但是神地色 可以教你不教藥 你可以通修中間 嚇壞他的成績 就是讓你進化內色 你知道嗎? 可以骨絕圓圓圈圈的圖 這個圈圈叫清淨圈 而你可以骨絕清淨圈的圈圈 由西因園 那是可以這個選法和這個作會 那麼將來做十多個項目的這個事情 沒有一個人不會選手 所以它叫做有一個選地式的圈圈圈 如果它這個董華嚴經五十三個講完 一 靈自有佛的心是選地性 第二 靈性善金是選地性 第三 靈性自佛的力是選地性 就是靈開脫一切法是選地性 第五 靈性是一切中心是選地性 第六 靈性是一切中心是選地性 第七 靈不獨一切社會是選地性 第八 靈不獨一切夾 受興無厭管是選地性 第九 靈安 自有佛現行是選地性 第十 靈靈一切佛的 靈葉一切佛的 所有是選地性 所以這個佛學嚴經來第五 三 家講 十種 第一 靈心自在將來佈地心 就是不離佈地心那種叫做選地性 可以教我們不離佈地心那種 第二 可以讓我們選選選金的選地性 不過這個選金不是優勞選 因為後面這有說了一句優勞選就不對了 這個選金就是優勞選 因為選手 選手無優勞選金 這個金 這點才是健康 第三 靈靈不獨一切全地性 之後我們一定要保持 市街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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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賤業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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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生憲就是得到個人改團 第一個保重天同改團 可以把我們教到我們的生憲 會生中 那麼第二,可以剪定電材質生憲 譬如說這個生法惡法 它可以堅定丟到不丟死 甚至呢,它可以順順嫌優 跟我們講到很清楚 那麼第三,領不到一切的時間 就是要教我們不要接受生法惡法 不獨得世間 不獨得世間的謀情 或是說經驗或是說這個天上保 或是說這個無社會保 啊,社會保 這個我們不可以接受 因為這就是因果的問題 這個我們就可以接受 那麼這個教我們不要接受那個選定性 北北可以讓我們教 教我們受生憲無嚴重 在每一間裡面的人 不用討論我從來三百個前幾間 不知道要想過多久 齁 會讓我們順順電流 從一切法跟我們講到一千二次 這樣,這個才是選定性 不可以說我會說我三百個前幾間 我會說我會說我會說我會想 我會想想想想想就好了 齁 所以我告訴你 你足夠就好 你沒有對 佛道要我們生憲也不合就是生憲的方法 佛道要我們生憲 我們一定看佛道三百個前幾間可以生憲 我們有哪看對得對 佛道給佛道三百個前幾間 我們要來佛道三百個前幾間 這樣 齁 這個就是說 讓我們可以一切給受生憲 無嚴重 那麼這個無嚴重 就說 佛不嚴 二口不嚴重 因為你生憲就一定要這樣 齁 佛道 可以教我們安主在破現 十百個前幾間 這樣 那麼可以教我們入佛道 所欲先變成 那入佛道要所欲先的 就是一定要教那個五十日開尾 禁入 一定要這樣 就要教教教安專業可以入到佛道圍 這個佛道圍 齁 佛道就是上上地 上上地的地 佛道的地沒有什麼 要去這一點 它多個小 were 台灣寧隊是尖叫做一摘王子 或是流行 foi 一摘 apostle 夫妻是一摘王子就是所有台灣拼弟的情緒 法政府在說 可以跟我們教官怎麼會進去的? 所以這個就是法憲兵五十三講的 那麼這個另外一個法憲兵這個又說這樣 由說,先帝色是一些帝文 明後入真是道 因為你如果有帝位開發 才可以入真是道 如果沒有,差不多是帝色就要加算而已 但是先帝色就是帝門 可以加我們這邊這些道 那麼有帝色 什麼叫做帝色? 因為這是帝色就是帝的意思 就是先帝色可以跟我們加 加加給我們可以在家入內地 那麼第三個叫做帝準 先帝色的帝準 可以跟我們加 加加給我們在家地匪的補充 就是地區這個紀律會 因為先帝色會跟我們加加加給我們生十月的講 因為這個十月 我們剛才那裡就說到 剛才那裡說到那個十月 那個 這個綽法性主是十月之 先獲獎報道 自兵化性地 就是一定要生就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加加加成十月之外 因為十月就是頂於帝府的十月 十月 十五百地到十百公法 十百普公法 這有說過 那麼地區 先帝色跟我們是一條地匪的道 可以讓我們在那裡扳 先帝色跟我們在那裡扳 先帝色跟我們在那裡扳 讓我們可以 讓我們可以 什麼叫做陰遺 避正律的道 這個避道就是避陰道 說避陰路 跟我們道 說什麼可以走 什麼可以走 什麼可以走 走到就走到會怎樣 我們在那裡扳避陰道 我們叫做地區 先帝色 可以讓我們在那裡扳避陰道 減避陰道 減避陰道 先帝色會跟我們加 跟我們怎麼會修改 它不會退路 那麼地改 就是說 可以讓我們生大主婦的心靈 因為那個改 我們在那裡扳避陰 三部扳避陰 我們可以在那裡扳避陰 那就是主婦的影響 我們身體會清涼 那麼再再來 地區 這個避陰 先帝色會跟我們 改革讓我們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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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就是 那個無形發生 改革 改革地條 就說 可以讓我們萬職 台主婦水 這樣 因為今天 眾生 如果沒有台主婦生 如果沒有台主婦生 不可以讓我眾生清涼 所以這個避陰色 就是讓我們萬職 台主 比心 更好來 把眾生 轉獨 煩惱 讓它可以對著 清涼的心 你看看 這樣更是避陰色 那麼 基關 剛剛說這樣 第一 叫做外國避陰色 如果叫做外國避色 就是讓我們的心 不怕 讓我們可以安慰 安慰 收度 自你心不怕 我們都會不怕 因為我們有三種嘛 對齁 三種就是 我們眾生是 三人七也是三種 我們眾生是 八種 或是 八種 苦種 就算是九種 所以先提醒會把我們 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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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specialized soy 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安慰 ming 修道 第二 東形的神秘色 跟我們還 就是這個共產的主義可以和我們復仰徹 復活我們的心 這個叫做東方神帝席 第三就是高修神帝席 這個高修神帝席是可以選團 選團勝言分解後 就是當作那個勝言用的佛法 讓我們可以去惡布宣 這樣叫做什麼 教收校勝帝席 那 一定要有政召 所以他對各國三法順 有區審局,家政召 他本身有種改革,他生運作,但是他自悔有開放 就是說官府就說,經典他看可以入身,可以入理 官府就說,管教經典的實力,這樣叫做官府 那麼第三,第二叫做告諜 他本身選帝色的人去生育政黨,生育德文 可以開始因德學習,進修代行的政黨 那麼第三叫做達事生,事生就是政法的分明 就是因如意,可以現政規統達事生 有現政規可以統達如來建構,這個無形犯人 統達如違法,這個 甚至呢,他可以由文書高律 因為他本身有討論,有要輸位 輸位就如來建構這個高律,可以統達 對處法無形無烈,本主在反 齁,那麼第一是有主題心,會叫做主題,有主題 不是因爲民爲利用的說法 是爲著利用的中心,爲心可以清真說法 那麼第五驕偉遺旋 因爲這個選帝色的第五的優點就是爲可以生育電台 甚至可以生育方便為大眾選擇,讓大眾用於了解,用於這個進行 這樣生育就佛道的公平 所以有這五種的優點生育,是一位不得了的大善畢生 五種優點的十六分之,因爲民爲說也可以啦 但是我講,我是想不可以這樣,知道嗎? 我的想法是不可以,因爲這個複雜不能偏差嘛 十六十分之一它的偏差蠻多的啦 我的想法是不可以啦 不能太離譜,我們知道齁 爲民爲是很離譜啦 所以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是可以啦 我的想法是不可以,知道嗎? 講十六九到十一九,怎麼可以這樣? 我敢聽爲嗎?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不對啦,不可以一點點不對 師父,這個是在神佛之道裡面,所以神佛性 既然是眾生成就佛提的道書齁 所以受盛人,不可以沒生意去秦金齁 聽爲嗎? 正常是這個做道書齁 學校老書說一月有書中心有佛啊 可奉這個是改達成就阿修 不上正正正的師父 所以這個不可以沒生意去秦金齁 我們不能不正確啦 我就跟您說,有人在那看著這樣,要看著我 還沒感覺什麼? 這樣是不對的啦 不得出帝出帝書齁,一定要和善嘛 連一句米勒尊善就好嗎? 你不可以說老體道帝啦 是說,還是要交給我的師父 讓您老體道帝,你若是應該的 但是我不要讓您,不愛啦 不愛,您夠,好長得就可以 這看著我,歐人對白人,那是那些陌生人 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這樣做 有的人我去問他,去找他 他還拿我看著,當作的還算過 我現在有勒毛,去幫他找 我只不能跟您和善 我告訴你,真正 提出和師父和善 代表我以前幾乎 幾乎幾乎十乎的分 這樣 我還不可以跟您和善 你們不可以跟師父担當 我還看你們阿久人這樣不對 我照佛堅君的記載是 我担請不可以,跟您担請不可以担 我沒有要跟您担請這樣 這樣感覺一手快拐 如果沒有兩手,不可以担請這樣 我都跟您担請這樣而已 這樣是跟您担請啦 有這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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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担請這樣 可能您不知道 不可以跟您担請 担請是不行 担請是可以 但是不好看 所以如果要說有類似合獎 這樣 不可以讓我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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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教師不可以跟代表合獎 這經驗有記載 不是我隨便說的 所以會記得 因為沒有人 憲情 豈其必然 杏仙 平身 統統一下 幾一個事 寪心 那麼 這個國中地齡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用什麼來傳道解協 因為傳道是要傳佛道的 要把眾生解法不定 聽不懂 眾生如果不定解法 那麼他轉不煩惱 當然他就不會自樂 但是這個傳宣言論的圖 他才可以成分 這個叫做你如果沒有族族地齡 你不能 你憑什麼,要把眾生解法 要把眾生傳佛 你要如何公道去找眾生 所以今天我們本身要成就選地性 我們一定要選定選地性 這就這樣 他就這樣 但是要在中在中 問當中 我告訴你 沒有敬愛 沒有敬重自己的事 你要進化困難 就不騙你 來哈,第四 叫做法源和苑 因為法源和苑的 原因就是愛意 因為菩薩人家的佛杜 一定要修六道 修四六法 但是這個六道跟四六法的第一法 就是佛思 那麼四六法的第二法就是愛意 這樣 那麼這個佛思就是以法師為主 他可以因得眾生去惡正真 齁 就像剛才說的那句 那句那句 那句那句 那句改憲 因為這個法師為主是這樣 就是佛思行者 算法 敏對眾生 總是要和人會先 自己收起 這個音聲 盡量讓教學 這樣 齁 就是要收起 那麽要收起 有些眾生說不聽 那麽 那麽變 那麽會收起 因為這經 還是凡夫精 當初、佛教也罵那個什麼呢 罵那個 抵婆身說 說無恥的人 那已經不得意了 佛教罵抵婆身說大無恥 齁 知道嗎 所以今天 佛思靈者 說法 民ante眾生 總是要和人會識 就是說民生要和盤 但是不能讓虎讓虎 我拉他拉他就不正經了,聽不懂? 他說不可以,但是不要太放肅,聽不懂? 因為生活家一定要有他的重驗,他的嚴重 大家知道齁,但是一定要注意事件,就是說態度性困 就是你本身,你在把眾生黏兩句子 你也要發露那個主題心這樣 這個態度要性困,如果眾生有側身,要求他 他也可以偶爾接受這樣 當前,本身一定要有內含的收集 因為你有內含的收集,比較會好人會生 這是必定的,因為內含收集,那是心,好人會生 那是表,那是表現出來 所以你若是內含有收集,那麼外表就很好看 這樣比較有性困的態度 這個方便、善客的這個議言 所以比較叫做法言和言 哲徒一定要這樣 那麼第五,議必定時,那這叫議必定時 哼 譬如說,東偉一定要積實中間 所以不可以說,第四就沒有這樣,你跟他念這樣 第四就有這樣,你又不可以再說,這樣不可以 哼 說一遍的態度,第二遍再說第二遍的議題,第三遍還第三遍的議題 哼,刷牙的時候,人對台中刷牙 那些是個性開刀喔 一定要有三遍的法證 所以不可以有三遍的法證 這證就是證,證就是證 不可以離開書來證法 不可以無因度重生代降喔 那又不是代降喔 齁,所以要有三遍的法證可以讓導重生的事件 但是千萬不可以信靠開合 這樣說就出來,不然經常有幾個人跟你請 知道嗎? 就記住喔 你們說不對齁 其實你們在這裡說不對齁,你們來裡面有 有,已經有像一個經典的人 哎唷,這幾個才不會有出資,你們事件也有 但是這些錄音團,如果是放在法改衛生地 法改衛的這個放喔 可能每個人就要找 所以說這個事件沒有水準 沒有10到10個水準 兩天的事件 這樣人會說話 這是必定的嘛 所以這次不可以信靠開合說 是要說就要說 所以不可以說一些不中一個話 不中一個說不中用啦 齁 不意義啦 不意義的話不可以說 這樣會讓聽聞發的這個信眾齁 失去到這個三佛的信念 如果義術含佛不清 說話也不夠好 音色也不夠好 情後倒不堆 人家說兩四半倒不堆 讓眾生聽就聽 不知道這說什麼聽都沒有 含佛不清啦齁 這樣會呢 信眾聽了後 沒有法徒堂是法 到底是要怎麼偶不知道 齁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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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義不得是這樣 知道齁 但是有一個叫佛洩現實五福律 是說這樣齁 我們現在是在談論 福教主理講 現實算法是有五福律 記住喔 現實這算法有五種的福律喔 那麽是怎樣的 現實五種的福律 何為為了 既人所生接的中生 齁 是為一福律 既人所生接的台夫妖在德 台夫妖在德德 各位是為二福律喔 既人所生接團整效未被 是為三福律 既人所生接林�를萬文 是為四福律 既人所生接村民百鼻 是為哪有福律 用民主權立法 也是政法 銷摔五種福律 啊 大家知道齁 可遺現實 是什麼 天价作法會這條重生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為什麼作法的人會重生 有的人不會重生 現在來看這個 將前世作法是上乳液症 上乳液症 上乳液症 其乎比擇 比擇無形 佛殺之人文化 這次佛殺 中世佛哲中生 現在主要聽這個 現人作法會這條重生 就說他前世 跟金生 金生割到時候 儘管的威 有哪仙 中間的威還是仙 下間的威還是仙 就是這個威的威都有年代 不可以說第一句跟第二句不一樣 第三句就跟第二句還不一樣 但是主要有先言、先善、先定 這個威一定要比重 讓眾生整節到無為之法 因為法 但是夠有無為之多 這樣呢 這樣呢 這個佛殺的人 聽到法後 他就不作作業 不作作業 不作作業 所以這個 他聽見聞法的人不作作業 所以這個所有者 他有哪 他自然回事 這樣 齁 齁 所以主要你可以注意 如果 你沒有要取栽受限 那個法師跟你說 隨緣齁 我跟你說 這個法師就是 小夢 小夢的法師 怎麼可以隨緣 隨緣到會會絕緣 絕緣 那個法師不可以說 方便就好 因為方便會隨便 當方便 床大 他又要死他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人跟我說 他能不能 他能不能 把那個法師不說 一定要持栽 跟常綽法師說 一定要持栽 人家可以接三陣容 常綽法師說不行 如果你也可以 你就你看 兩年間 會管他 跟管他 看可以 你下去 看看到川腺的 這個 這個 什麼片 發生片 看佛投心一九 有帝宿佛就在管了,不可以吃到肉 所以一定要注意啦,這個方便會隨便 隨緣會無緣會隨緣 中宗佛帝宿第一條一定不殺戴,一定要堅持 所以佛殺的人問法了,這句佛殺 所以這個殺到這裡的長寿 這個就是殺儒來建造 那麼第一,合院殺害的人在台夫妖宅做的 因為余結殺害時,長寵下儀、爺儀 骨臂都可以整齊到無緣,所以 不管可以搭乘那種人 就是可以逃脫,逃年年年年 那種人可以去變成那種人 他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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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殺到這裡,因為英雄大眾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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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殺到這裡,一種來 對著大道 對著小便這樣 這是隨便這樣 那麼為身為殺害的人 可以在這段情無比 就說英雄官的段情 是什麼原因殺害的人段情 因為他在殺害的時候 在這段情侶下的這段情侶 可以讓眾生幾世無為 但是可以讓聽法的人 好去安穩 因為我們聽法的人在內心也是好去 安穩 聽法的人好去安穩 那麽有認識 就是那個文法的人會受 收集這個內涵 收集這個內涵 收集這個內涵,心情滑掉就能夠好看 這是必然的喔 但是因為這個殺法的人 有哪些人 有哪些人會斷情無比 這樣 看見喔 因為你把英雄的 他可以得到人分化 收穫 他的攻擊定義 你把他交易得到 你的攻擊對方 這樣了解嗎 那麼 給他們殺的子人 齁 他的命令聲的安穩 先別再說這樣 因為殺到的時候 他的殺到你 他的殺到你這個義 苦筆 可以讓眾生幾世 讓那個聽文法的人 可以見佛定法 達定地求情 這樣 聽文法的人 可以自動三座 中原的這個殺者 原名聲的安穩 就是這個 不必求名文利用 來自動這個法律上 通俗害這樣 所以今天你們 一定要注重戴竹 一定要注重 一定要精愛三座 精重三座 齁 那麼第五 有什麼殺到的人 會將這個聰明代理會 因為他在殺到的時候 最終下的禮 中間有幾個禮 可以讓眾生幾世無人 齁 可以讓文法的人 挑了 什麼叫做 如來苗苗苔火 所以呢 如果這樣 可以成名代理 那麼 文法的人 可以成名代理 這就是法律火 當然選了的人 如果他沒有法律火 他怎麼可能 因為印度中心是如來法律庭 所以這個 就是殺到的人 在文法的人 可以得到聰明代理 這樣 科研算法 算法者的算法 教育一定要食肆中間 就是要 人家說意見有意容 不能說那些錢賢富翁的 不可以一大堆公共的 無法律政經的 這樣不可以 齁 齁 但是今天你若是沒有入法 齁 你還怎麼可以 因爲 就是法律 他的基本的經驗 齁 齁 如果你本身對負責 不知道齁 對負責不知道齁 對負責不知道齁 你絕對的法律齁 所以一定要知道 這個經稿 這個經文 最不齁 你殺文改義 一定要知道 知道嗎 你實在是說這個文句 我剛才講過齁 跟這個故心 這個經文裡面這個文句 比較故心 你怎麼沒人兩個 跟這個文句 和這個故心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文句 不知道什麼叫做故心 前句 到後句 是還倒不會 你還說不出 還要說 你還說不出 還要說 還要說 連這個 大法裡面的文句 比較故心 他就說不出 想到不出 你也殺文改義 賣去 買去買去 你還這樣 看人家補負責 菜瓜糕 賣去 賣去買去 賣去買 賣去買 賣去買賣去買 賣去買賣去買 賣去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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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們很煩惱就對了,不知道嗎? 這樣到月後上月的時候,對嗎? 所以真的在說,息息還要中間 你知道嗎?這樣比較有度重生改革的事情 從來你如果說,我就沒有來算法,沒有當政不行 這句息息中間,一定要注意,這樣比較有度重生改革的事情 所以呢,律必必時 明白嗎? 稍微討厭,每個人看我講,有這麼不錯 譚哥說,晚上浪費時間,如果不聽就不要聽 聽到嗎?要聽一下 不然實在是看到,真正在替他們的艱苦 感覺佛教裡面,出這種人很慘 聽到嗎? 聽到嗎? 我們在地上,身無氣佛,這就是確佛 那是在現場的確佛 因為確佛就是什麼呢? 威苦行佛的意思 就是身心行佛,就是不會自在 有個事情不會自在 至於人夫不會自在 出生就不會自在 因為他就跟他演員嘛 跟他演歌嘛 你如果覺得有事情就在參會 想出那個基本這樣 那麼這個無法佛的說,無所謂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又是凡夫家出生 但是,不過現在這裡是跟我們說 日生行佛是威生死 所以會威求、緊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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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威寶生死 日生生人是這樣 但是現在大於生的行人 在生死是無所謂 他不怕生死 但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不怕生死不是隨便說的 有的人聽人這樣說 那是無所謂的 是無所謂的 更會有 不知死我便就對了 這樣說呢 人家教聖菩薩說 我不是在地獎 誰是在地獎 我,我怎麼會這樣說 我不是在地獎 誰是在地獎 我你去地獎 就要麻煩人家給你救 人家教聖菩薩是在地獎 要去救中間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你以為你什麼人 你自己想法你什麼人 有一個師父喔 他這樣一邊出土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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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拉繞了 現在這個師父就在地獎 說 是呀 我對家經常會下地獎 在這地獎 在地獎說 師父你師父哪好 哪會下地獎 因為我的地獎 師父不好 我對家的地獎 這樣嚼嚼繞去下地獎 我如果下地獎 及爲不成 所以我一定要落地下,但是這樣 所以這句,為什麼要落地下,誰要落地下,這句不可以隨便說 但是二生的生人都是因為他怕生死,所以他就在所謂的大生生日,二生死他不正 這是大生不大生的人,他沒有生死,但是他就叫做宋萬夫人,他出生日死,還要求佛道達立修位 平時不怕,有什麼會怕呢? 你想一句說,賺賣園庫和佛樂園庫,那句佛樂園庫就被罵了 你想看看,一句佛樂園庫這樣就買了,就出四虎離五百歲 這虎啦,不是離啦,出四虎離五百歲,一句話不正 一句佛樂園庫,一句佛樂園庫會用一句話 聽不懂? 那些仙地式的政經、教責、批評啊,有十六分之可以用一句話 這一句佛樂園庫就買了 這樣看得出來一句話 所以這個大生菩薩在生死中是無所謂啦 所以咯,佛樂園庫在生死中的重生 佛樂園庫也能夠,我再說一句話 這間仙蘇做好的事情 這樣,這間仙蘇在做的就是佛樂園庫 這個和媽祖庫的土地 他在做的頭前有一個老先生在聽見,代價仲 他在說佛樂園庫的頭前,佛樂園庫在聽見 這個佛樂園庫已經發到工後 大家都離座了,獨特那個不離開 他現在說佛樂園庫,工間工廂,你離開 他說師父,我替你請犯 他說好,你說 他說這個所謂,佛樂園庫,佛樂園庫的工藏庫的所謂 聽哨佛的時代,這個所謂有什麼事? 但是主事是我在做 有一天,聽哨佛中有一個問我 說菩薩會對樂園庫的嗎? 會樂園庫的嗎? 那麼這個師父就是這隻 這隻老技術的前身就對了 說我給他回答,說菩薩不會樂園庫 但是師父,我是不是在做這樣 因為我這幾句話說不對,我跟師父做佛 佛裡的佛,佛,佛我五百歲 這樣見過三四、三四 剛才七百 上蓋班這邊剛才兩千七百年 就變成老水手,這個水手八 現在來,北京跟他問說,沒有你問我 他現在這個,這個老技術說是師父 佛薩會樂園庫的,他說佛十分沒有園庫 你看看,佛薩出生日式的園庫中和眾生大成一篇 但是他沒有買 全部是買,但是佛薩沒買,就插在這裡 所以說佛薩館,不然在世世中和眾生,但是佛媒應過 所以佛薩館一切發空,世世如法會空 因為世世是園基,也是在這裡縮性 所以眾生是夾在這裡縮性,佛薩是生緣以來,這樣不一樣 聽到嗎?佛薩是生緣以來,但是眾生是夾在這裡縮性 我們知道嗎?但是仙世的空,對於大神經所說 仙世這要反,仙世空要反的空 所以佛薩靈架在世世中的佛眾生,心無極度 因為他是生緣以來作家主堂的 所以這個仙世的佛薩,依然佛實心 台地心理的一個眾生,是要因得一個眾生處理口海 當然咧,你一定要面對一個眾生,給他做法開桌嗎? 你若沒有給他開桌,不然他怎麼會受 但是你要怎麼開桌,你要緊固怎麼開桌 你一定要如理如釋啊 就不可以自己身體在這裡,不可以看到一些外套法 或是有一些虛弱的千件,你就說要給眾生怎麼可能 所以你把它做下去,就讓眾生理會希望 但是這穩穩的眾生,謀見不知情情高 他未必願意受過啦 所以從這裡,從這裡有其他威力技術應該發展 你要跟他教,可能會有人給你典威軍 他就沒必勝負,就有信負了 但是當時咧,當這個時代的時候 菩薩的行人,心不為苦負責 你知道嗎? 必定這種事要給人人,不可能因為這樣你就要離開了 那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穩固主心,還要不存在情情 所以他叫做心無確保 他一定要討論那個大無有的情情 大無有的心,大無有的情情 這樣比較有道正性事件 你知道,你是真的嗎? 我是真的,不是你 是,我是真的 你來討論,我是真的 這是我來討論一下 有關的一個是 真的,非常難聽不懂